魏小姑娘 你是不是把你家的WiFi密码改了 怎么不通知我一生 大妈 我改我家的WiFi密码为什么要通知你 这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耽误我家大孙子上网课了 要是他考不上清华你得负全责 大妈你讲点道理行吗 我家的WiFi给你用实情分 不给你用实本分 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对你孙子负责 死丫头 还敢顶嘴 呀 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打的就是你 敢在老娘面前装青糕 我打你都算轻的 我大孙子用你的WiFi是看得起你 别给脸不要脸 赶紧把密码给我赶回来 不然我还抽你 敢动我的女人 真是找死 叶峰哥哥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能动手呢 我刚刚在楼下送外卖 听到上面有动静就过来看看 刚好看到这个老太婆在欺负你 所以就没忍住 那你也不能动手啊 她毕竟年纪大了 万一打坏了就麻烦了 打坏就打坏呗 仗着自己年纪大就以老卖老 这种人打死了活该 别说气话了 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吧 再玩恐怕就来不及了 臭小子 就是你把我妈打伤的 说吧 这件事你想怎么解决 是你妈先动手打我 我男朋友才还手的 我男朋友这是自卫 死丫头 要不是你修改了WiFi密码 耽误了我大孙子的学习 我能上前打你吗 被打也是你自找的 没错 耽误了我儿子的学习 打你都算轻的 你们还真是一家子奇葩 我自己家的WiFi密码 想什么时候修改 就什么时候修改 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吗 你们给我出网线钱了吗 不就是一个破WiFi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自己用一个月是那么多钱 我们一起用也是那么多钱 用得着分得那么清楚吗 搞得像谁装不起一样 小气大辣的 你们家既然装得起 就自己装啊 干嘛一直蹭用我的 你们刚搬来的时候 跟我说你孙子要上网课 需要借用一下我的WiFi 说过几天你们就装一条 可是这都半年过去了 你们丝毫没有要装网线的意思 害得我连个视频都刷不了 我不修改密码能行吗 死丫头 你少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 现在是你男朋友把我打伤了 你们得赔偿我的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和营养费 没错 你们两个把我妈打成这个样子 今天不拿个五十万出来 这是没完 对 少一个子我们就去法院起诉你们 让你们去采缝刃机 五十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真是太无耻了 就是抢你了你能怎么低 如果不想坐牢就乖乖拿钱出来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们的说辞我需要纠正一下 第一你妈是我打的跟我女朋友没有关系 第二是你妈先动手打我女朋友我才还手的 你们想敲诈没门 我敲诈你个锤子 就算是我妈先动的手 那你女朋友不会躲开吗 非要站在那里等着被我妈打 这是她自找的 哼妈的 你们说的这是人话吗 动手打人的人反而怪被打的人没有及时躲开 这种逻辑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我打你妈的时候她没有及时躲开 被打也是活该 也是她自找的 你这是强词多理 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定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 你就等着被起诉吧 叶峰哥哥 要不然我们还是把钱赔给他们吧 没有必要跟这样的无赖纠缠 行啊 不就是要钱吗 我可以给你们 我不但可以给你们五十万 我还可以给你们再加五十万 什么 你说你要给我们一百万 这是真的吗 是的 你没听错 哇 老公我们发财了 有了这些钱 我就能买最喜欢的包包了 对对对 我也可以买辆奔驰开开了 这是我多少年的梦想 早知道就早点碰到这位财神爷了 这是一百万的支票 拿去享清福吧 好好好 多谢小兄弟 以后手养了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叶峰哥哥 你为什么还要多给他们五十万啊 这个你就不懂了 他们明显是敲诈我们 多给他们钱 可以让他们进去多采几年的缝纫机啊 魏晨秘书 我和女朋友被人敲诈了一百万 你让张三律师去处理一下 好的老板 一百万足够判他们十年了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好